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27号 二十大基本就尘埃落地了 昨天习近平召开政治局开会 然后强调就两次斗争 他在整个政治局的会议当中 就部署了他的在近期的一种方针 那斗争跟动态清零这是一体的 动态清零是概念 是他的政策 那斗争是达到动态清零的一种手段 一种大的一种指导的方针 一种方法 那在整个二十大闭幕式的过程中 那胡锦涛的故事呢就变成了整个事情 就是二十大闭幕式的中心就在那里 那习近平的做法是公开的 非常公开的 那昨天更新的一个视频出来呢 就表示包括他把警卫叫过来 在中间休息的时候 他直接把警卫叫过来 然后警卫就把胡锦涛手里的文件拿走 这些就是前后整个视频一共有四段 如果连在一起的话 从开会到中间休息 等到他们休息完之后再回到座位上 他是一体的 他基本上是一体的 就反映出整个故事呢 是习近平个人在操作 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 亲自这个做法 做到手段 那几乎全世界所有的媒体呢都在 全世界所有的媒体都在报 这个英文的媒体什么都在报 也就是说习近平以这样的方式向天下告知 我就是主子 对吧 所以习是政权 政变了 也就是革命了中共政权 习是政权 革命了中共政权 那他的概念呢 他自己定位的概念 已经超出了中共国 所以在他的党章当中就定出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 那昨天同时呢 胡锦涛父子两个人的消息 突然都见报 那胡锦涛的儿子 胡凯峰呢 本来说说在这个 利水市的这个名单当中找不着他 结果昨天呢 他主持整个利水的干部们 在学习二十大精神 他主持着 所以报消息有招片这些都有 然后胡锦涛的名字出现在死了一个人 所以他出现在这个关怀这个死人的过程当中的名单 所以他就 你就看到了一个斗争 政治局开会 习近平定位 胡锦涛父子出来 也就是说 他表示着习近平收放是自如的 权力一切是他的 我可以拿着你 我可以给你轰下去 我也可以让全世界来看着如何炒作你 如何分析我怎么把你拿下来 然后呢 我很坦然的说我们接着斗争 所以这是习近平自己在这个 我没有见过他这么大的 原来没有见过这么大手笔 这个手笔是很大 这个手笔是很大的 收放很自如的 当然他的氛围的环境呢 是在中国境内 一切都在中国境内 对海外的一切基本上是 他以切断的方式而做的 那这个东西就跟我们跟大家分析的故事是一样的 那习近平只对他权力之内的一切 以百分之一百两百三百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 达到自己的目的和展现自己的权威的一切 但一旦出了他的这个权力范围之外 范围之后 他就很无可奈何 相当的无可奈何 他在有关台湾的问题上 我依然把他视为是未来五年 他的头等大事 所以在他的党章当中明确讲说 坚持和平统一 坚决不放弃武力解放台湾 他用词是这样 坚持和平统一呢 他是指他已经没有任何办 就是动武是最后的 但是呢统一是一定的 但什么方式统一呢 我们如何就是大家都怎么样商量 然后他强调的是一国两制 所以我们节目中跟大家讲述了就是 台湾人要重新树立中华民国的概念 而不是台湾 不仅仅是台湾 台湾就是一个地方 台湾仅仅是一个地方 是跟中国对立的 这么造成的一个故事 那中共的说法一中 就是一国两制也好 一个中国也好 他是针对台湾这个称呼而来的 而中华民国 中共从来不提 因为只要一提中华民国 中共就知道自己是个婊子 只要一提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个婊子 因为他完全从哪里都 每个人都有家庭 家庭里面正当防卫的 对不对 明媒正取就在那 那中间出了其他战争了 对吧 有开妓院 有开鸭店 干什么都有 外上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不采白不采 那这种事情出来之后 它也成为了事实 所以当你家里的这个大奶 摆不定自己位置的时候 还要跟这个路边的野花 等同去抗衡 对不对 中国跟台湾是等同抗衡的时候 是你给予了他的名分 是你小气 你给予了他的名分 当你给予他名分的机会的时候 那摇死你 所以这个一中 一个中国一国两制 是台湾在称呼上有偏差 给予了一个婊子 一个扶正的机会 所以他咬那 他婊子 他就这样了 他根本就 什么叫臭不要脸 他就靠这脸活着 什么叫臭不要脸 他就出现了今天的场面 那路边的野花 谁都采 所以在国际社会中 得到了地位 当你把自己强调台湾 而不是中华民国的时候 在国际社会中 得到了地位 那这个地位 那因为在国际社会中 环境说 这野花是花 你们家养花也是花 反正对于我来讲 都是花无所谓 谁我能得到好处就说 那路边野花 别人也能得到好处 不采白不采 采了也白采 你听起来是个笑话 对不对 听起来大家说 涛哥你说的很粗俗 这是真的 这是真 真的是真理 台湾那些 在美国读书都读傻了 抠字眼那是没用的 在今天的二十大 习近平一个小学生 把秀才全废了 习近平一个小学生 把秀才全废了 在他的政治局常委中 有四个是工农兵大学生 你知道什么叫工农兵大学生啊 大家要知道 什么叫工农兵大学生啊 张铁生 我们那年代的张铁生 高考零分进入大学 工农兵大学生 那你吹牛皮的 朱镕基吹牛皮 对不对 文家宝你吹牛皮 胡锦涛你吹牛皮 然后呢 全破了 塞牛皮纸了 被小学生给捅破了 所以现在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 去骂习近平是小学生了 因为他把你们废了 那命运中出现这故事是什么 是那些 为学位论 为读书论 你们背离了神性 用了习近平一个小学生 教育了天下所有读书的中共国人 你读遍天下书 你满腹的经伦 一个屁都没有 全是满腹的经伦 他整死你 你是废物 他成功了 这是命运 这是命运中的故事 那习近平野心大 我跟大家分享 这是中共党章的全文 结果比较有趣的就是 两个确立里头 没有进入中共党章 两个确立 没有进入中共党章 确立习近平的思想 心事的思想是党章的灵魂 确定习近平是中共的核心 这两句话没在里面 各自评论不一 那我以为呢 如果没在里面的话 这可能真的是跟胡锦涛的争持有关 跟胡锦涛的冲突是真正有关的 这是第一个 因为有一个传说是王军涛 在纽约的巡运的领袖 他就说 他说一个副部长的人 跟他通话说 胡锦涛拿这个东西去要挟 就是如果你不让我的人 你不让李克强 汪洋和这个胡春华 进入政治局的话 进入政治局常委的话 留下的话 那你的两个确立就不能进入党章 所以传言是真的 这起码现在党章里没有两个确立 没有两个确立 那这就是变成了真正坐实 传言是真的 他们对垒是真的 习近平下狠手是真的 这些可能都在其中 那人说了 那胡春华 那既然胡春华没有进政治局常委 那胡锦涛有什么可闹的 胡春华非但没有进政治局常委 是连政治局都没呆住 都给抹了下来了 他问题是在这儿 他给抹了下来了 那抹了下来了 跟非但没进去反而掉下来了 那他当然也不干了 他争持可能真的是这个 是这个 但是在党章当中呢 他尽管没有写出两个确立呢 但是有一个部分 在我们节目中跟大家讲清楚 就是在他党章出台之前 我们在判断中已经成功了 习近平要做马克思 习近平思想只是一个过渡 习近平主义是真的 习近平主义是真的 那习近平主义是 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一个 一个首尾相扣 是他的结束 是他的在线 有了习近平主义 才有人类命运共同体 有了马克思主义 才有了解放全人类 这是一个对应的 所以他是对等的 他已经习近平把自己的定位 超过了毛泽东思想 所以里面讲述的 里面有一句话 党章里讲的是 习近平现在所代表的一切 是马克思主义 在今天中国的一切 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二十大更改成坚持把马克思主义 基本理论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容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那他的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 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在他的思想指导下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实现第二个伟大的目标 这是关键 所以两个确立只是一个 他就是没成功 但是呢 他的思想是过渡的 所以他也OK 他只要在未来的二十大 一中全会召开了 二中全会 三中全会 也就是说 他的习近平主义的推出 要在明年三月份 他确立国家主席身份之后 会推出来的 因为思想是低于主义的 马恩列斯毛 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对吧 江泽民三个科学 江泽民三个科学 不知道了 所以这是一层一层的 所以他只要回到 马克思主义的本身 是走向全世界 那他为什么这么说 要解放台湾 要跟台湾融合 但他的说法很有趣 他说马克思主义 跟中国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就像你现在吃了桃似的 他都是按桃卖的 现在桃不长毛 谁家的桃不长毛 现在桃不长毛 那现在桃不长毛 你说呢 攀桃会上的 那个桃都不长毛 不可能吗 肯定长毛 对不对 所以如果桃不长毛 那桃本身呢 在中国的传统文明当中 文化当中的 是跟神界连在一起的 我说桃哥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杂种 杂种 他给杂交了 那杂交了 这个东西是不能杂交的 好 杂交跟乱伦 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所以习近平这个做法 是把他自己推上去 推成了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 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 他要实现马克思的梦想 而马克思的出现的时候 还没有共产党的 一百年之后才出现了苏共 所以这是一个很故事很故事 他把自己推上了神坛 把自己推上了神坛 但是呢 他的实际操作呢 又确实把中共政权给革命了 革了中共政权的命 创立了习式政权 所以他现在这个说法 在党章中的规定 是借助共产党就变成了一个组织 他的灵性 灵魂的部分 是马克思主义跟中华民族传统 文明文化结合在一起 这是今天他的习近平 所以党章的修改 是对习近平的定位 神性的定位 后面会怎么样 我们说不好 但他在试图摆脱中国共产党本身 他在这不叫摆脱了 他要压低中国共产党 抬高他自己 个人的东西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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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